哈喽哈喽大家好 昨天晚上你们有看到我的更新吗 下午的时候 以太坊比特币都已经反弹到不错的价格了 然后晚上试着突破前高 然后突破全部都被砸下来 所以我这晚上更新的时候我就说 可能晚上调整下来 只要这个趋线不破的话 可能可以继续的去接多单 多单不用担心 然后人也是人完成了一个50 我在这个94左右也是出了 本来以为今天起来全部又在接多 但今天起来发现全部的形态的 这个支撑全部被打破了 所以刚好现在是空仓 准备市场来一个更深的调整的 这个Plan B什么月底到什么 98,000的比特币 我不知道会不会实现 但市场现在告诉我 就是全部的这些重要的支撑线 全部都打破了 然后形态也直接被拉破了 所以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 OK 这一波比较深的调整 我真的不懂要怎么看 可能是这个趋势线吧 现在这条趋势线全部被打破了 看到吗 收盘 等下我不懂几点的时候 这个收盘明确的低于这个level的话 会走一个比较深的调整的这一次 我的猜测真的是以7月9月可能11月的底 回到4000以下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里类似出现一个头肩顶类似的突破了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们要接空的话 等它任何的反弹到一些曲线阻力 我觉得它会这样这样这样 可能需要点时间吧 然后真的消化完了全部这些高位最多的朋友 他们才去推 这个看起来有点遥远有点不可能 但我只是以我过去的经验 每次在这种顶部支撑不破继续拉正常 但这种4小时特别是4小时的支撑 如果一破的话 市场很多时候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比如说这个level你看 本来这条线上你就接着走接着走 它真的砸破拉回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来到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RSI到达超卖4小时 很半一段时间就拉了 所以这边也是可能一样的东西发生 它这边很热了 然后这里有些暴震量的感觉 你看到暴震量最出货的感觉 所以它现在突破了支撑 今天突破了 任何的拉回可能都是给你出货的机会 然后不拉回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FOMO 然后昨天借到多的上去 没有止盈出场 跌下来支撑破了 也继续的拿 所以这一波如果它再拉下来 如果你是现货 你看的周期是三个月六个月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大部分的你们跟随我的都是玩合约的 所以这一波如果来一个真的比较深的调整 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受不了的 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 那就是如果等下有一点拉回来 你们接近你们的进场价 你们可能先考虑先出吧 或者昨天你们陪我出了就好了 然后 4600系应该这个level很难被打破了 这个趋势线 所以它真的有拉回来 这里是给你出货的机会 给它再砸一砸 需要一点时间 牛市还在 只是需要可能表示的调整 这是我对于以太坊的看法 OK 比特币 昨天也是一样 就在接鲨鱼 早上起来 幸好我没有早点起来 如果早点起来的话 可能我看到这个鲨鱼 我会直接去接的 但它现在刚好我起来的时候 它已经这一根红色已经砸下来了 所以逃过一截 Lucky 4小时 这个重要的趋势线 你看到吗 不管你怎么划 你这么划 或者是这么划 全部这些支撑线都被打破了 OK 特别4小时缩盘 这一根上一根 打破了 所以准备是长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的 OK 这整波 钉嘛 这里是一个经典的假突破 OK 然后这边是形成一个更高低高打破支撑的 所以下一个level Peter P要怎么看 我认为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这个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不要被吓到 我不知道下几天或者今天或者明天会有什么新闻 但我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level 然后真的砸下来的话 下一个支撑我们先看这里吧 现在我们再多一个支撑level 这个level可能暂时会有一点支撑住 会有一点就是买家在这边顶着 但我觉得买家顶着反弹一波 这边是给你掏出来的机会 如果六万四这里无法突破 无法进去上前往上涨的话 可能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5万多还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边走完了再继续牛市吧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很重要 就是11月12号的低 62200这个level不打破的话 还有可能会反弹一波 但如果真的砸破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它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很像这一波这样 这边看 扎下来回拉 然后这边再扎多一波再拉 所以这边也是扎下来回拉 现在可能又要扎多一波 这波可能扎拉比较门一点 因为我们还是属于在比较高峰的价格 你看这个是10只楼 然后这个是一楼 我们还是接近10楼的 这边扎一扎回到六七楼 再扎再涨上去正常的 不要每天就看市场的行情的变更 然后做出判断 不要看到新闻什么blend b9万8 就一直fomo一只9万8 买买买买买不一定的 今天这些level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个支撑不要破 破的话会有一个很痛的调整 ok 前面讲其他的 昨天出了这个人50 50出了在这个level 然后就跌下来了 现在二次测试这个反转区了 ok 这个level也是非常关键的 等一下再扎下来这个level 这个站稳87左右不突破 二次测试这个鲨鱼可能会反弹 ok 所以这个跟比特币有相关的 就是比特币到这个62,200 然后这个人到了这个87这里 之前的这个支撑不破的话 还有机会反弹 破的话那很危险 然后这个xrp其实是完成了一个鲨鱼了 这个是可能逆趋势吗 对炸下来的时候有很暴增量在这里 ok 所以不要急 你等他真的在这个level站稳了 从rsi超卖转出来 可能这个xrp还会继续他的牛市 ok litecoin跟比特币很像 都很热了 然后支撑线 你看这个一小时就要被打破了 ok litecoin我不排除他真的 可以做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你看这个经典的和谐形态 xab0.5 这个是c 现在这个线被打破的话 应该会下来回到886 203这里我们再去接吧 我觉得这个level比较合理 这个level刚好也是有趋势剑 支撑在这里 ok差不多在这里 等一下等他回来 还有的杂的我感觉 昨天ftt我也是出了 全员部的多单做完就出了 ok那ftt这一波拉不上去 昨天我看到那个人啊 ETH BTC全部出不了 都涨不了了 我就先出了 然后 ftt可能需要点时间了 下一个支撑在这里了 所以市场很热 这个砸一砸正常的 回到37块我觉得还是牛市的 只是终于调整完了 可能又要继续的反弹 ok B&B第三四值的要讲一讲 B&B在这个顶了测试一次两次无法突破 所以给他再回归那个趋势线支撑 我觉得正常的 ok 然后 Solana Solana现在在重要的支撑 我不知道会不会破 但一旦破了会有比较深的调整 那我们就等在这个level Solana可能等在这个level 这个是一楼 这个是十楼 给他跌回来五楼 我们再接一接 可能走一个鲨鱼回到一些支撑level 我们再接一下 猜测了可能再找到一步 我们再接 ok 总体那个total market cap 我们一起看一下也是 这个是币界的那个股指 昨天测试的支撑一次两次三次拉的吗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出了我的比特币态法 接近这个high 没有在最高点 但很接近这个高 今天起来这个支撑被砸破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要小心 被砸破了去下一个支撑 很有可能被砸砸下来这里 这个portal cap是包括山寨币 跟以太坊 跟那个比特币的 所以这个支撑打破被砸一砸 任何拉回到这个趋势线阻力 我认为都是给你接空 或者给你多单跑路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这样 回到2.4 到现在一个20% 我觉得健康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看到吗 涨一波要调整回来 涨一波也是要调整回来 所以2.4左右这里 我们要考虑要不要去抄底吧 现在休息或者等机会去看空吧 讲一下其他的 很多人跟了ADA看一下 ADA昨天拉上去 拉也是拉的半死不活了 拉上去到之前的阻力无法突破 又砸回来了 今天打破了支撑了 所以要小心 可能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ADA可能我们考虑抄底的level 低一点点 这个level 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你要小心 你们有多单真的要小心 这个level打破了 其实还好 还有最后一个支撑在这里 ADA 这几个小时要看 4小时如果收盘打破这个趋势线 你们真的要小心 这个level 值得关注 可能就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不是在吓你 只是跟你说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我不想要说什么了 DYDX可能要回到这个蝙蝠翻转去 要二次测试了 等一等在这个level等一下 好像今天我就蛮说 就什么都没有 就看戏 早上起来blend blend是想接这个DOT的 但跟比特币一样 全部被砸破了 全部的小形态 给小形态被砸破了 意味着它就是 来一个要不要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的 我们看一下4小时 这一波也是拉的非常的猛 回到这里合理不合理 给它再砸一砸吧 40块左右 然后昨天有人叫我问讲flow flow也是拉了 拉了这边你看爆增量出火了 所以flow可能又要回来了 第一步先回到11块8吧 然后11块8失败的话 会走一个螃蟹 算了我们先看这个大的 大型态 xabcd 可能走一个8块8回到这个 4小时的这个蝙蝠 所以给它砸一砸吧 昨天的一些 slip有人说他们做多了 你们小心 昨天试着拉 拉了又没有力 又要被砸下来了 所以你还没有亏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考虑先除了吧 这个很烂的 每次一拉就被砸下来 这个你看 昨天又拉到这个阻力 上次拉到这个阻力 又被砸下来了 这个币 接多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 暂时就别看它了 可以 agld 回到支撑了 可以 可是一回到这里 只限一看 被砸破了 所以下一个level 我们看这里 很多币 就是 还是无法拉 就给它再继续的徘徊 要买买再支撑 支撑打破的话就要小心 可能在徘徊着 agld 那种很火的币也是需要有点调整的 send 我昨天说不要太过high 这个可能会调整一下 所以 等一下 给它再下来吧 这个level 还是适合接多的 就是耐心吧 昨天的那个拉一拉 也没有 就没有继续的拉 就是市场 还是需要点调整 需要点时间 send我们考虑2.4左右 OK 很热的币 mana 也是需要点时间调整的 昨天也是小拉一点 拉不动了 可以来到这里 给它砸一砸下来吧 2块8左右 我们再考虑 OK 还有什么呢 OK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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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可能走一个蝴蝶回到46块2毛半 这个支撑也是挺值得关注的 这个可能Luna 带了这个支撑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应 我们就等待吧 现在要完成 可以在这里 46块2毛半 再砸一砸吧 狗屎都拉不动了 昨天在趋势线上 拉不动砸下来了 所以回到这条趋势线上 我觉得正常 昨天我说的就是这个level 要考虑 给它回来这里 在这里才足够的安全 可能24左右 看一下支撑能不能稳战 TRX也是热了 这一波 去到1618 昨天群里有朋友空了TRX 螃蟹完成 这里可能调整一波 要记得多等支撑线吗 OK 这个10币 这个赤石的币还是无法突破 所以还是无法突破 这边又多了 可能又要砸下来了 10币 只能说看这个level吧 等它下来这个支撑线 看会不会站稳 站稳的话44左右 可能又要反弹一波 其他的币全部也不用太多看了 全部都破了支撑了今天 Matic 价格还不错 还在主力区附近 然后这边又多 又你们进来吧 然后就炸下来了 Matic 我相信回到1块3不是问题 1块3这个level很好抄底 可以放 也是等吧 等支撑线吧 54至少等到54 OK 嗯 link 签link 昨天到了支撑反弹一波 今天砸破了这个支撑了 所以准备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了 小心一下 等这条线 这个是比较深的调整 不懂应该快到了吧 给它再砸一砸 可以讲near xab618 这一波可能会砸一波螃蟹下来 要小心一下 1618这里可能会砸一砸 B点 B点618很多时候就会去到886 但也是很多时候会去到这个螃蟹1618 所以真的我觉得挑战刚开始吧 每天看到市场的波动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危险 我也会在这边更新跟大家讲解一下 所以到底更不更 这个也是看你们自己的 我也不可能逼你们 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一个是吧 啊 金融顾问的什么鬼 爱丽丝 年底会出游戏 这个给他调整调整一下 13块左右可能是一个不错街头的机会 AXS支撑也打破了 真的要小心了 现在有最后一个支撑在这里 这个有CP大王 现在这个level一定要护后护后护的话 应该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的 毕竟拉的这么猛 从50拉到160 这么疯狂的比 再调整一下 我觉得正常的 好了最后一个 讲一讲 UNI吧 OKUNI这个支撑打破了 打破了 所以 刚开始 我觉得这个调整 刚开始 会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UNI 要小心你们的夺蛋 现货拿长久的 上到6个月 不要去管它 但你们是打合约的话 可能这一波UNI 会走一个886的调整 回到19块 要小心 OK 这边有个鲨鱼 然后 冯提莫 讲一讲 OK 冯提莫 这次要杀人了 OK 总体我觉得冯提莫 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整个x A B C结构 所以这一波下来 走一个886 我觉得正常的 所以 给它再跌吧 1块5毛6 我才有兴趣 好了今天说到这了 有点久了 18分钟了 然后祝大家好运 然后 记得每次跟随我的tradingview 有一些东西 有些市场及时的更新 我都会在这边发布 我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联系你们了 所以只能看我这里 OK 祝你们这一波 如果有亏钱不要亏太多 逃过一截我们再好的价格继续的接 或者晚一点 有些反弹到好的level 我们一起去追空 接空也是OK的 好了 祝你们好运 我说到这了 拜拜